如果说鸟肉汤是四大天王当中的俊美天王 那么鱼丸汤就可以说是不素佳人了 而台南要吃到好吃的虱目鱼丸很容易 但是要吃到纯手工制作的虱目鱼丸汤 那就得大大的早起 循着在地人的路线去找咯 这一间相传是郑成宫光复台湾之后 祭天的天坛 天宫庙 香火非常的鼎盛 而在庙的旁边巷洞里 就有这么一间 已经经营了50年历史的小店 没有招牌 没有菜单 因为就在庙口旁边大家顺利成章 帮老板取了个名字叫做庙口鱼丸 但是我鱼丸汤这次 吃过早的吃饭 是算减吃 不是吃饭 现在是演变到我们买鱼丸汤 如果没有生意都给他一些饭 扇米糕 会在维持的生意 我是维持过早的传统 我坚持没有在那里 所以到这边要吃饭 你还要够吃饭 老板不但没有保证让你吃饱 眼前这个小柜子 还是老板所有食材 这个这个这个 我说老板 你是不是已经卖完要收摊了 两种年了 鱼丸到鱼丸 已经有35种了 现在都没在做 要糟糕 样样精通 样样疏松 让老板至今坚持要卖最拿手的几样就好 50年的老经验不仅可以精准拿捏鱼 浆的新鲜度 柔软度 捏鱼丸的动作更是分外的讲究 唯一就是因为手工 所以鱼丸的大小无法移植 虾丸也是自个儿做 从以前的五种丸子到现在浓缩成两种丸子 不是偷懒 也不是想偷工 而是因为年纪大了 而且孩子各自有各自的志向 并不打算接手 只不过这么一来 这样子的好味道 以后不就成为绝响了吗 不然要怎么做 我家家就必须要怎么做 现在新闻馆 刚才没在头 所以这些少年是初语里头 逐温快好谈 我们就要吃四两 听老板说成这样 那当然得赶快尝一下这一碗 吃信用的鱼丸汤咯 本来就已经制作成熟的鱼丸 跟虾丸不需另外的烹调 只要简单地在高汤里头汆烫一下 加上了油条就可以上桌 如同菱角般小巧可爱的鱼丸 有别于一般虱目鱼丸的硬食 吸收了饱满的汤汁之后软Q鲜甜 顶尊着同样手法制作而成的虾丸 吃得到虾子的鲜甜 而弹牙的嚼劲确实有它的可到之处 不过这碗鱼丸汤真正的亮点 不在鱼丸虾丸的制作功法而已喔 正所谓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真正的精华再高汤 弱姜这浓鲜味美的高汤搭配其他食材做成一碗综合汤又是别有滋味 一碗豪华综合汤里头 除了老板自己打浆制作的鱼丸虾丸 搭配其他的食材和油条一块吃 汤头甘甜 料多实在 谁要来尝过就能够体会老板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咯